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哈喽大家好,我是西安胖子哥 这会儿呢,我在库车县 六月份了,马上就要到了 而且六月份呢,也是新疆库车县的小白镜 开始下果的时候了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片 就是阿克苏地区农业技术员他们家 他们家这边呢,有红枣,有核桃 还有苹果,还有小白信 这一片都有,而且这边老百姓他们家也有 所以说呢,近期呢,我们会给大家 摘点这个库车的小白信给大家品尝品尝 速度最快的方式到达你的手里边 那么我们现在往里边走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看一下都有些哪些树种 在我这个路两边呢 这一边呢,是红枣树 这一边是核桃树 现在的核桃,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核桃还是这样子的 青皮蛋蛋子,青皮蛋 还是这样子的 等到它成熟的时候 这种核桃呢,把它皮剥掉 把袋皮剥掉,壳剥掉 然后它也是那种薄薄的黄色小皮 把它取下来,吃起来特别有印象 你要一看,这就是枝番叶茂了 你这咋不蔬果,知道吗 这核桃不蔬果,走吧 我们再看这边的枣树 这边的枣树都是灰枣 他们这样子都是灰枣 灰枣也就是这么大,拇指 我拇指这么大 甜度非常好的 你看它的树种的都是 有油的 它这个树干跟我的小腿那么粗嘞 最起碰有个15年,15年以上了 将近20点,最少了 天儿,今天呢是浮沉 而且天呢也比较热 走在这种道上呢 如果说有树的话,那是非常凉快的 没有树,哎呀,太晒了 真的很晒 呼吸着咱们乡村的空气啊 走在乡村的小道上 那种感觉 就像在这周围给自己建树房子 就生活在这,那种环境非常棒 我已经看到兴术了,我们从这边过来吧 从这边走进去 这个地是可以采的 它们之前呢,这个是出过肥 而且呢,有所有地 这个是不出来的小白鲜 这个就是青蛋子 青蛋子还没熟 所以说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得在七成熟的时候 把它摘采尖下来 然后放在箱子里把它包装好 这个东西皮只要喷一下 它就会烂 如果成熟度高 那么它送到你手里边的时候 它经过快递嘛 送到你手里,它就坏了,吃不成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要在七成熟,把它采尖下来 当然,不可能这种青蛋子会给你采尖下来 青蛋子采尖下来,你也吃不成 特别酸溜溜的这个 这树上的幸福难不少的 想让大家吃到新疆当季的新鲜的水果 那就要从,咱们要从源头去讨查 去了解啊,这是幸福 其实新疆这边幸福 有这个毛幸福 毛幸福就是外皮特别毛 而这个糊是苦的 而这库泽小白幸呢 皮是光滑的,而皮特别薄 肉甜的 而且汁水还特别多 沾手,沾手说明它的糖分比较高 再加上它这个糊是甜的 就是说是不苦 吃杏仁也蛮不错的 以前呢,有旺梅止渴 现在呢,吃这个酸杏子也能止渴 吃上一口 嘴巴那个拖椰淀粉煤啊 就开始飙升了,你知道吗?酸的呀 哎哟 但是以前时候摘的这种杏子 一放学,就喜欢摘这种杏子 然后塞着嘴巴吃的可香了 吃完以后,它这里边的人 就幸福 已经成熟了 吃它的人也特别棒 就跟吃核桃人一样的 你想,价值还是难高的 你再瞅瞅我们新疆这边的地 这边的地呢,基本上都是从戈壁山上开垣出来的 而这个库泽现在靠近天山 所以说它这边的地呢,有些这个石头特别多 所以说他们要把这石头清理出来 然后再开始种 说明一个问题 咱们这边老百姓是非常的勤劳的 这杏子这管理的多好 你看这杏子,接的太多了 磕磕挂满了杏子,磕磕挂满了成果 我们小厨经常爱干一件事就是 把这枝子撇断,然后把这枝子拿走 边走边吃,边走边吃 但现在可不能这样干 这时候不太好 吃杏子可以暂时千万不要撇他的枝子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 这个咱们这边老百姓的规矩 你吃完东西可以,那你不能把它损坏了 小北姓在6月几号搜 6月4号小北姓就完了 大北姓是6月7、8号开始搜 一直搜到6月20号 那这边的话,直接做空业 快一点吧 嗯 它这个是有时间性的 你摧瘦的那种 我们那边有一家水管车 它去打了一星年摧瘦这个 我去做这个烂姿势了,好看 它就在股菜就卖了 你要往那里发,赔死你 你看到这边,他们还是绑给你发到那边糖醋 嗯 那个快点 我们吃了个香蕉 不是一星年喷嘛 口里心想的,用来都是剧青的嘛 那一星年今晚上一喷上 我的朋友在股菜卖 尿数袋子,交给他一炸到几二天就放过了 对,就是香蕉 可是他们一变了,吃香蕉 我都很少吃这个玩意儿 不吃那个东西 好了,我们也等到黄师傅 黄师傅也给我们讲了一些 关于小百姓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小常识 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也记住了 这样日后你们在这个 辨别这个水果的时候 非常实用的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 《语言相语》 继续支持香蕉歌 记得评论,转发,加个关注 啊 能带来了 姐姐 我现在又不想 您的事